乾哥在其小生楊淮明出面 按鈴申告 以關懷動物協會理事長的身份 判社會大眾 重視毛小孩 去拖一隻這麼大的狗 我不知道牠的 牠的心裡是怎麼想的 這狗不會痛嗎 牠只是一隻幼犬 是一個小孩 米黃色小狗不到四個月大 身上卻慢身是傷 因為上個月十二號 六十多歲的靈性阿貝 將牠摔在機車後方 殘忍拖行超過一公里 儘管好心民眾攔下阿貝就下幼犬 但當時牠已經全身劈開肉戰 小狗到今天一共是二十天 一共是二十天 現在各位看到牠有康復的地方 原來這些地方都是引流管 嚇得渾身發抖 儘管傷勢復原 但幼犬看到人還是好怕 看得出來淤積猶存 才三四個月大的小朋友 牠在十天前受到了什麼樣的暴力殘虐 這名脫狗的阿貝被逮後變成 因為小狗菜踏菜園 牠才會把牠裝在機車後方的籃子 再去丟掉 沒有刻意施虐 不過從阿貝家中 還找到六個捕獸甲 防疫所表示 將會考慮 對阿貝處最高七萬五的法環 建成孟輝彰化報導 有一個小型的 那這個